美国如果真要撤军的话 琉球或许可能独立 但是美国不撤军的话 琉球就是绝对不可能让他独立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属的主讲人张有话 日本媒体跟日本当局 现在拼命在炒作 台湾有事 台湾有事 所以各位去看 他的出云号现在还部署在石原岛 他对于西南诸岛的防务已经加强 他要增设16个港口跟机场 以因应台湾未来可能出事的变局 就是说日本在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的时候 中国大陆也没有选择 中国大陆现在在大连曾经召开一个会议 谈到琉球主权的问题 琉球本来就不是日本的领土 琉球如果按照开罗会议跟波斯坦全员 跟日本的投降协定的话 他的领土只限于北海道九州本州四国 当时候美国也在安排 由国民党 对于琉球跟四国 他可以行使监控权 就是殖民地 殖民地的监控权 但是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 蒋介石没有派兵 那关于这段历史 我过去问了几个姓兵出身的 他们通通跟我讲 但是为什么琉球到了最后 会给了日本 各位要知道 美军在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几次的选战以后 麦帅就是麦克阿瑟 他进行的所谓跳岛战术 那这一种跳岛战术呢 就从菲律宾到琉球 以琉球作为日本本土的一个基地 所以冲绳之战打得非常的惨烈 打完之后就被美军控制跟管理 一路到了今天 那在占领琉球之后 日本要实施所谓的玉碎作战 就是全民动员 那美国就投了两颗原子弹 长期跟广岛 以后就是日本 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实质的殖民地 若不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美国更会压迫日本 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 给了日本复兴的机会 一直到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把琉球的行政权还给日本 然后各位要记住一点 调岛的问题跟琉球的形势 息息相关 那这一些都是历史可以研究 我们现在来讲 中国大陆为什么打琉球牌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在日本没有占领琉球的前夕 琉球是有三个国家 在他的本岛几乎就有三个国家 那日本是透过侵略的手段 占领琉球 那琉球一直不承认 他们是日本人 注意啊 我认识的很多琉球的朋友 他们截至目前为止 他不承认 他们就是日本 他们是日本人 所以各位仔细去看 现在行政权虽然是属于日本 但是美国在琉球群岛 部署的重兵是日本无法干涉 日本非但无法干涉 况且美国是可以有为所欲 所以现在琉球的地位 因为美国日本中国大陆 等这一些 他的地位现在慢慢的凸显 因为琉球人根本是想要独立的 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 规定日本的领土 并不包括琉球 所以呢 琉球只是代管 他不是一个无主之地 他只是一个代管 要注意他是代管 那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各位知不知道在台湾的国民党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 我在差不多将近 我差不多在37年前 在台北的四围路 访问了琉球国的首相 还有他的王子 那个时候国民党是用党务经费 蒋介石是用党务经费 把琉球的王子 还有包含琉球的首相 20多个人 全部都带到台湾来 当然有些王子是到夏威夷去 但是那位王子 他是在台湾 台湾还有首相 总共23个人吧 他在四围路的一栋公寓里面 那我所以知道这件事 是因为那个时候 台湾驻日副代表 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到这件事 然后我还去采访 我就到四围路去采访 四围路那个时候是两家 非常奇怪 一家就是新疆省政府的所在地 也在四围路 距离琉球王国的办事处 非常近 大概走路两三分钟 就可以到达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访问了首相 那我没有见到王子 那我去访问了他的首相 他的首相是跟我这样子讲 他们是在琉球王国的以后 曾经流亡到中国大陆 那流亡到中国大陆以后 然后在1949年到1950年之间 他们又将回到琉球 那回到琉球因为局势的变化 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蒋介石再把他们接到台湾来 成立一个琉球王国办公室 那他这个办公室是属于 国民党的党务经费 来支持他运作 我就是问得非常的清楚 那他的首相 他也跟我讲 他说他们的王子 大王子 是在夏威夷 是在夏威夷 美国把他送到夏威夷 事实上 日本占领琉球以后 对于琉球的统治 是非常的残酷 这个是他的首相跟我讲 那在冲城战役打完了以后 美国也曾经一度 找过他们的王子 但是是受制于远东局势的变化 因为美国需要琉球的基地 来遏制中国大陆 那他就把他王子 送到了夏威夷 但是在台湾有一个 琉球王国的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不大 但是相关的经费 都是由党务经费里面支出 这个是琉球王国的首相 跟我说的 那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知道 这个地方 原来蒋介石养了一批 琉球王国的后裔 一直到蒋介石过世 每台断交了以后 我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他们的人员变得非常的少 差不多只有七八个还在办公 那个时候因为受制于经费 他们是不是回到了琉球 或者回到了日本 还是到了夏威夷 我就不清楚 所以我可以证明说 琉球根本不是日本的领土 因为琉球王国的首相 讲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 政局的安排 琉球是要让他独立 不然的话 由蒋介石管 而不是属于日本 属于日本是一直到了1972年 尼克松跟佐藤荣作 日本首相叫佐藤荣作 他们签署了琉球返还的协议以后 才变成了日本的统治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美国说是把行政权给了日本 从来没有说主权还给日本 那两岸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合作 去把琉球王国那些后裔 通通请到中国大陆 就是一定要让琉球王国独立 因为他根本不是日本的领土 他是中国的繁蜀 就跟过去的韩国的地位差不多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各位要知道 琉球一旦独立的话 调导问题那就解决了 调导问题就是完完全全解决的 那主要的问题现在不在于日本 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美国 美国如果真要撤军的话 琉球或许可能独立 但是美国不撤军的话 琉球就是绝对不可 不可能让他独立 所以我们今天讲很多的事情 尤其是这件事情可以说 琉球今天地位的形成是美国一手造成 再说琉球不是日本的领土 他只不过是代管 进美国之后他代管这些地方 那代管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牵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来 就是说每一桩历史事件的后面 都有他非常繁复的关系 如果你不解开这些繁复的关系 光是喊喊口号的话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